隨著時間畢竟年底 也代表轉職潮又快要出籠 不過最近景氣不太好 正值的工作恐怕不好找 人力銀行調查指出 有高達七成的企業承認 會轉而聘用派遣或是約聘員工 不過這樣的非典行就業 也引發相當多的問題 目前在做非典工作人當中 有大概八成一的人是入不敷出的 除了薪資低外 在工作上面的成就感 我覺得也是比較低的 通常我們講直白一點 就是他們容易被當成 所謂的這個次等員工的一個待遇 除了薪資待遇不如正值 對員工來說 非典型就業另一個問題 來自於職場啟事 有超過七成的非典型就業工作者 遭遇過職場啟事 最常遇到的情況 就是被當工具人使喚 其他像是同工不同酬 或是上班時間不固定 甚至是福利落差 還有工資過低 都是常見的問題 表現好就轉成 但實際上都有些人都一兩年才轉 就好像你們家小弟 他們不做的就叫你做 他們不要的就叫你做 搬東西 但實際到現場的時候 就是要做高空作業 因為剛開始想要貼那個羽毛 貼二樓而已 然後還掉車越掉越高 就覺得就是蠻危險的 不過也有四成的非典型就業工作者坦承 自己會面對職場危機 是因為自己的競爭力不足 因此如何加強競爭力 克服困難 也成為不景氣時代 上班族最大的挑戰 記者綜合報導